每次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言语上的一些问题 我为什么什么都要听她的 我从小到带我妈 连带我去一次游乐园 我都没有去过 就是在茶馆陪她读过 佑恩的爸爸在国外工作 妈妈喜欢打麻将 很少陪她 没人管的佑恩 渐渐养成了很多不良习惯 我觉得她在花钱这一块 要改变一下 她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 她必须要得到它 如果我不满足她的话 她就会觉得我不在乎她 她本来就不能给我爱 还不给我钱了吗 她最大的坏习惯 就是没有礼貌 什么事情 就比如说倒一杯水 要吃水果 她都会叫我们阿姨 去帮她去做 我说明天呢 贝贝 我都剪掉了 你为什么我给你剪掉了些东西 我又没有问你 你没有问我 没有问你小伦的 她要快速摸手里 有什么你摸手里 她还不想你 在这边搅一哈 看我是不是在顶你两个鞋盘 就顶你实力 我刚刚就要走不着好不好 肯定敢顶我两个鞋盘 就不顶 你再搅一喊 你再搅一喊 你实力气啊 你自己比你脚架伸进来 实在里 我没有把你刚发开起来 就是你 你以后我刚发 你真的太多实在里 你个活的娘 你再过这不你 同一喊 你不要这么在里面和我脸 啊 你这比你们的两个实在 啊 相互指责和争吵 似乎已经成为 这对母女之间的常态 有时候 这种争吵 甚至会发展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走一点 别动 走一点 走啊 你是不是大 你这样的话 你这么说 都不愿意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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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才是 我才是 我告訴你 我說你今天走出這個家門 你就是看我村落的一遍 我告訴你